众所周知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内 遭受了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制裁 但或许不久之后这一局面就将成为历史了 前段时间一个好消息传来 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超级发动机在南京公开亮相 它就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据称它是一款性能非常先进的发动机 可以让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达到惊人的8马赫 也就是8倍因素 而它背后使用的关键技术性能超越了美国产品 让很多美国专家看后都嘖嘖称奇 圈各有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燃料在超声速气流中进行燃烧的冲压发动机 在采用碳氢燃料时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飞行马赫数再扒一下 当使用液氢燃料时 其飞行马赫数可达到6至25 早在20世纪 美苏两大世界强国就展开了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发 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苏联的解体导致了双方较量的结束 因为冷战结束之后的一家独大 美国自大的砍掉了 包括超燃冲压发动机在内的 大量新型武器开发计划 导致了美国的超燃冲压发动机项目 发展停滞了很长时间 直到X-51A飞行器研发出来才得以继续 而它前后也进行了四次试飞才取得了部分成功 中国这次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让美国关注 就是因为中国公开的 也是一款超燃冲压发动机 并且还是一款已经达到实用化级别的产品 这一消息让美国非常恐慌 毕竟美国深知它的先进性能 在拥有了这款产品之后 中国就可以轻松利用它开发出多款 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 中国现在拥有的高超音速武器 虽然飞行速度快 中国就能制造出 射程可以打遍全球的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美国在超燃冲压发动机领域内的 技术与经验积累都要比中国丰富 但因为此前的自大 美国在这一领域内的发展 反而远远落后于中国 根本没有短时间追上中国的能力和可能 显然这次美国被自己所谓的优势坑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